越南語版的愛拼才慧瑩 是軟式紅柱最喜歡的一首歌 二十多年前嫁到屏東高樹鄉 跟著富家種田 他種的紅蜜番茄又大又甜 剩红色的很红那一种 就可以采 全部都裂 只有这颗好的而已 可惜了的裂果 也像阮氏红柱的人生 带着一点遗憾 大家庭的生活 日子过得忙碌也甜淡 却因为先生罹患忧郁症 骚然离世 加上公婆年纪健长 让她得一肩扛起更多的农业工作 我想说 现在她已经走了 就自己要把她 两个小孩 家里公公婆婆 老人家还在 就要勇敢一点 要再多努力一点 文姆则强的任性 让阮氏红柱勇敢面对一切 她走出家门 去和农业专家学习新技术 也用网络行销 替自家的农产品增加新铜路 像我们现在的手机 是不是有可以看脸书 看那个FB 我看越南姐妹她们都这样子卖 有没有 这样我们东西可以 偷上网卖看看 就整个感觉不错 像阮氏红柱这样的新住民女力 在农村越来越多 现在她晋升老板娘 也找来其他新住民姐妹 愉快帮忙 因为这边的 上下的 老人家就已经很多岁了 就没有出来做了 年轻的人不要做农 所以只有剩我们姐妹 越南姐妹嫁来这边的 这边比较没有什么公司 可以上班 还好有姐妹她们 我才可以种了那么多好吃的水果 在台湾的每个角落 有着许多像阮氏红柱 这样的新住民女力 如总坚在各地萌芽茁壮 他们以柔和和韧性的特质 成为农村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也让新时代的农村 变得更加有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